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等一下我给您处理一下 不错 消耗果然是听同上次安排的好员工 是时候奖励了 诶 老板给医学买了红车 我看见就在公司楼下停车了 真的吗 老板你这消耗这么好啊 太不公平了 医学也是干了不少年了 也算是为公司鞠躬尽瘁了 这不是真的吧 真的真的是辆豪车啊 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工作 不能辜负老板对我的一片苦心 看小虎高兴了 他高兴就好 小虎 来来来 老板 小虎 这些年你为公司兢兢业业 我看你在外面跑得辛苦 特别给你买了辆车 谢谢老板 还愣着干嘛 来 小虎 刚好明年我再买一辆好车 好 啊 啊 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低碳出行 从我做起 没着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哈喽 各位小伙伴 好多人都在后台留言问我们 时事的微信号有多少啊 然后呢 今天给大家送一波福利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时事就可以得到他的微信号